郭文貴議員 各位介育界的朋友 各位香港人 大家好 我是職工民的吳敏儀 今晚我一眼看下去 站滿了這個場地 令到我真的覺得 我很驕傲 作為一個香港人 和你們一樣 白色恐怖這一回事 如果大家還記得 大概在去年的8月開始 航空界面對第一次 白色恐怖的時候 當時我們已經舉辦集會 一個半月裏面 總共37個從業員被解僱 當時我已經很直接地告訴政府 我看死你一定不會就這樣停下 你的白色恐怖 你一定會散去各行各業那裡 最初有人跟我爭 因為要做生意 人家要營商 你們不要妨礙著老闆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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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們很多生意 如果連絡 或者關係到國內的話 你看看航空公司便是 他拿生意來要脅他 那難道不能貴 當時我們指控得最嚴重的一件事 每一個被解僱的朋友 特別是飛行人員 他有他們的專業的測試和考試 現在就變成你的政治立場 取代了你的專業資格 結果這個做法 就是去到每個行業 現在就是來到教育界 因為我們看到的 我們看到的 教育局 一次又一次針對著教育專業 一次又一次 就在那裏說老師教壞學生 學生要老師教壞的嗎 只有一個人教壞他們 那個人叫林鄭令外賣 你們想一想 你們如何教小孩子 多小的孩子 你都叫他們不要動手動腳 但是現在的坡坡是怎樣對著小孩子 警暴這個問題 一天不解決 大家是不會停止出來的 香港政府 你面對現實吧 一次又一次這樣 在那裏指控那些老師 說他們通識科怎樣教壞學生 N年前 又是你的政府說要有通識科 又是說不用動檢 要他們獨立思考 是不是 但是要他們獨立思考 就不要思考你的壞事 你發夢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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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 這邊半年來 為何遊行的遊行 不斷停 原因就是大家都還有良知 香港還有200多萬 也有良知 對嗎 是 是 你整個政府裏面 當然林鄭月娥還有楊潤雄 你當然沒有 好啦 你知道甚麼叫良知嗎 你現在就一直叫學校去壓迫老師 接著還叫到校長那裡 你認為這樣會有用嗎 教育界朋友有用嗎 如果他真的認為要這樣才嚇唬人 甚至一樣以政治的立場取締專業 我們就要更多的人出來 有得出來就要出來 要告訴他我們害怕嗎 害怕 香港人 報仇 香港人 報仇 香港人 報仇 教育界 團結 教育界 團結 教育界 團結 所以現在這一檔的公會成立浪潮 根本就是再多一條戰線 我們繼續會出來的 是不是 於是 我們就不會再害怕 就會再想到底還有幾多個場地可以給我們光復 下一個光復的必然是正常 是不是 香港人的精神是不會因為你的打壓而害怕 香港一眾的僱員 無論他的僱主是誰 我們都不會因為你 嘗試用政治立場取締我們的專業而再害怕 今天甚至把槍球對準我們的新公務營工會 甚至說他們不應該去批評一月一號所有的圍捕 所有被捕人士等等 那我想問一句 你們原創級協會那位林志偉主席 他說的話就可以嗎 林大總統說的話就可以 他批評張建宗就可以 他不用政治中立就得 這個是什麼道理啊 由頭到尾都是一樣根本就是大帥超 由頭到尾就是中庸警隊 香港人不會再啞引你們 如果是要政治中立 既然想行行都政治中立 麻煩你叫你的林大總統先收聲 好 越來越多的從業員 是會組成他們的工會 意味著未來的日子 各行各業 無論是什麽的專業 什麽的工種 大家都會決定一件事是團結起來 我們很希望今天所有的朋友都要記住 你們每一個人如果是打工仔的話 記得告訴他們要組成工會 加入工會 只有將這條戰線再開闢出來 團結更加多的香港人打工仔裡 才可以繼續延長我們的抗爭 每一次我記得我想起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都不想辜負這位同學 錄完的那一次 就在這裏沒有多遠 大家都中了催淚煙 我是這樣幫他衝眼 這個同學 哭著這樣說 我不想放棄 我記住他的樣子 我記住他這番說話 其實我心裏面都很想說給這一代年青人的老師們知道 其實我相信你們一樣 以身示範了很多很重要的良知 給他們知道 所以這班孩子才有這樣的勇氣 以生命去捍衛我們的香港 多謝各位老師 解散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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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訴求 支持者投降 五大訴求 支持者投降 光復香港 支持者投降 光復香港 支持者投降 香港人 投訴 香港人 投訴 教育界 追 específic 教育界 追求 感謝你們 很感謝Carol為我們教教育界 帶來的分享 還有一點的支持 我們會繼續管治我們的良知 我們會繼續團結 我們會繼續守護著我們的專業 我們會繼續守護著我們的公然 那麼繼續下來 我們就會珍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